看这熟悉的球鞋,看这熟悉的帽子 没错,我们今天就来回顾 网球王子第一步 大家好,我是玄书 话说从前有一个来自日本的 天才网球选手月前南次昂 他被称为来自樱花国度的武士 不过他在巅峰时期突然退役 之后他的儿子月前龙马出生了 龙马在短短一年半内 就打遍美国青少年赛 并取得了4.8的成绩 最近他才跟家人回到日本 那天龙马坐车准备去参加比赛 那是四肢木板青少年淘汰赛 车上一个叫佐佐布的人 正在显摆自己的握拍姿势 坐在一旁的龙骑英乃很是苦恼 此时佐佐布被龙马喝吃很吵 随后还被指出握拍手法记错 然后电车就到站了 在车站里英乃给龙马指错方向 等到他奶奶龙骑紧过来时 英乃才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比赛迟到会被取消资格 而龙马因迟到5分钟违规 所以英乃就过去道歉并想请客 结果没有带钱是龙马买的饮料 其实龙马在电车上喝吃佐佐布 只是真的觉得他很吵 他并没有注意到英乃也在车上 此时佐佐布又过来挑衅 他自称是16岁以下的种子球员 就是听上去很厉害的那一种 而龙马也不甘失落地提出比一场 因为没有裁判所以他们各自判罚 比赛开始佐佐布发了一个下手球 这是相当轻视龙马的表现 结果立马就被打脸了 15比0龙马领先一球 接着佐佐布认真发球 不过并没有改变什么 龙马很快赢了4球拿下第一局 接下来是龙马的发球局 在龙马第一球发球的分之后 佐佐布就上网截击 由于身高差距龙马暂时落后 不过他用高调球的方式扳回一球 结果第二次高调球的时候 被佐佐布说成是界外球 前面说过这场比赛没有裁判 所以在各自的场里都由自己判断 然而龙马并没有放弃高调球 他用切球的方式打高调球 这就使得球直接停在了场内 不管信不信 佐佐布这下也不好耍赖 很快龙马已经赢了4局比赛 之后佐佐布在击球不中的情况下 将球拍朝着龙马扔过去 虽然龙马受伤了 但他还是不懈的说出那句口头禅 随后龙马继续比赛 这次他一来便是外宣发球 这球会朝着反方向旋转 要是不躲开就会被打脸 佐佐布显然已经被打到怕了 最后龙马获得比赛胜利 那而佐佐布还在嘴硬 此时龙马将球拍换到左手 他其实是个左撇子 而刚才他一直都用右手在打 换成左手之后发球威力更猛 佐佐布吓得直接逃跑 接着时间来到开学的时候 龙马去青春学员报道 青春学员的网球部很有名 而他们的教练正是龙骑锦 龙马自然是要加入网球部的 他在这里节食同一一年级要入部的 水野圣雄 加藤圣狼 和枯尾聪士 话说那天赠选队员基本都去比赛了 结果二年级的荒景就想趁机欺负新生 他要大家玩个小游戏 从远处发球并在十球之内 能够打倒罐子的人就会获得 十万日元的奖金 挑战费是一个人两百日元 圣雄圣狼是第一次打网球肯定不行 枯尾自称打了两年 他在第十球的时候运气好擦中罐子 不过罐子并没有倒 接下来就是坑人环节 荒景他们说挑战费是两百日元 但是打一球就要五百日元 随后荒景还叫龙马过去挑战 结果龙马一下就看出问题 因为荒景在罐子里放了石子 所以要击中上面的盖子才行 接着荒景每一球都击中了罐子 荒景这下有点生气了 此时又有一个球击中罐子 来人便是二连级正选队员桃城武 他让荒景不要趁学长不再欺负新生 不过桃城之后叫住了龙马 此时又出现了三个新的角色 他们是英赖的朋友小板田彭香 网球月刊记者锦上手和直杀之 接着桃城想跟龙马比赛 他听说龙马很会外宣发球 然后他们就转拍决定先后顺序 为了早点看到外宣发球 桃城放弃了发球权 这场比赛由枯尾做裁判 龙马在一发失误之后 二发就打出外宣发球 桃城的球拍都被打掉了 井上很差异龙马竟然会这种技巧 然而桃城正在逐渐适应龙马的发球 在第四个发球时他已经能够打回去 不过光打回去肯定是不够的 龙马之后掉了一个短球 桃城没有追上又丢了一球 目前比分40比15龙马还差一球 这时龙马换成了惯用手左手持拍 不过桃城突然放弃了比赛 其实桃城是因为脚顶伤了 所以今天才没有出去比赛 而龙马也看出这一点 他并没有打得太认真 隔天大家正式入队参加练习 清学的规矩是正常情况下 一年级只能捡球合作基础训练 二三年级才可以参加正选排名战 而龙马由于出色的球技 以及纳特利独行的性格 很快又被二年级的荒井盯上 那一天正选球员归队参加练习 他们是二年级海棠勋 三年级前真志 大石秀一郎 伯尔周柱 局腕英二 他们的热身练习就是 将各种高调球精准打回篮子里 结果大石有一个球发到龙马这里来 龙马起手就把球打到篮子里 此时荒井很生气龙马太招摇 结果恰好被队长手种国光看到 因为过于吵闹手种发他俩跑20圈 并宣布其他人开始准备练习 然而荒井这个时候又动了歪脑筋 在跑完20圈之后 荒井叫人把龙马的球拍藏起来 并给了龙马一把很旧的球拍 荒井是准备挫龙马的锐气 然后我们的龙马就不爽了 他准备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学长 此时不二他们没有阻止 感觉大家也想看下龙马的实力 在经历过两个回球失败之后 龙马终于摸青了那把旧球拍 第三球他就利用身体转动打出全球 所以善输者不择比 不二看得都开眼了 荒井很快就被打得丧尸斗志 而龙马的球拍王也破了 此时手种正在教室看着这一切 4月份的队内排名战 他已经安排好了人选 队内排名战是每月举行一次分四组 最后各组前两名共八名成为正选 只有正选才能穿上蓝白特制队服 同时龙马作为一年级正式破格参加 他所在的地主正选队员有海棠和钱 龙马首战以6比0获胜 期间圣狼录制了海棠的比赛视频 他是想给龙马做参考 不过龙马此时却在看网球杂志 这上面有讲解曲球的打法 另一边逃成的脚伤已经耗了 他目前拿手的招式是垂直扣杀球 没多久龙马就在比赛中遇到海棠 海棠有个外号叫毒蛇 喜欢带着头巾 平常不爱说话看上去很凶的样子 接下来比赛开始龙马发球局 他右手迟拍而且没用外训发球 在几个来回之后海棠失误球没过往 那接下来第二球 海棠就使出了拿手招式蛇球 这球来了一个蛇皮走位 龙马并没有反应过来 这一招是在身体中心转移的瞬间 通过大幅度挥拍带出了异常拳球 而海棠的长手臂也让幅度变得更大 接着龙马从右手换层左手 他频繁打出靠近底线的低球 海棠则继续使用蛇球回击 很快双方各胜一局 此时龙马已经逐渐适应了蛇球 然而这争中了海棠的陷阱 海棠是利用蛇球左右调动龙马 通过这样的方式消耗龙马体力 然后再趁机攻击累垮的对手 这就是毒蛇的陷阱 不过嘛龙马的体力好像没有极限 甚至海棠还觉得龙马的球越来越重 与此同时龙马的反击开始了 先累倒的竟然是海棠 龙马目前2比1领先 其实龙马的球速并没有改变 海棠之所以觉得回球越来越重 是因为自己的体力逐渐下降 其原因是龙马一直在打底线低球 这就迫使海棠必须弯下膝盖回击 这个姿势会比平常更加嚣耀体力 现在就看两个人谁先撑不下去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龙马在之后竟然也打出了蛇球 这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其实蛇球就是由蛇球变化来的 而龙马因为刚才看的杂志有交答法 再加上现场还看了海棠的操作之后 他就把蛇球给学会了 之后龙马迎来了自己的赛末点 一记漂亮的A死球 他成功拿下了这场比赛 话说龙马的表现都被井上看在眼里 他很笃定月前龙马 就是月前蓝次行的儿子 隔天井上决定要去拜访蓝次行 同时他还准备了签名卡纸 这个井上是蓝次行的粉丝 不过蓝次行并不在家 他的侄女蔡蔡子说他在后面的庙里 因为庙里的住持出去云游休醒了 所以蓝次行现在在帮忙看寺庙 除了敲钟之外他很喜欢看写真集 同时还在这里弄了个网球场 蓝次行不大喜欢回答记者问题 但他随后问井上要不要打一局 这个井上还真的是装备齐全 而蓝次行看上去就是一个邋遢大叔 不过他说只要井上能赢一球 他就会回答井上的问题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井上一球都没有赢 不止如此蓝次行以左脚为轴心 一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区域 其实井上是想了解蓝次行当年为何隐退 以及对于龙马以后的期望 可惜现在什么都问不了 随后在蓝次行说出一句 他选择只用一只眼睛打球 没多久他两只眼睛都闭上了 其实从镜头的切换中不难看出 蓝次行一直在培养着龙马 但由于这个当爹的喜欢吊打儿子 所以龙马一开始打球的目的 就是为了吊打回去 接着蓝次行使出天翼无缝的实力 井上的球拍被打破了 比赛后蓝次行说龙马现在打的球 只不过是他的翻版而已 其他的话就不肯多说了 晚上龙马的下一个对手前真志学长 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搜集好了 阿钱最擅长的就是搜集资料 并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对手 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人工大数据 之后龙马和阿钱的比赛正式开始 阿钱的打法看上去十分标准 实际上他的每一球都是经过计算的 同时对手回球的弱点他也了如指掌 简单来说就是他可以 精确预算比赛结果 很快阿钱就拿下第一局 而且这局龙马都没得分 之后两个人各自保住发球局 在第四局开始前 阿钱还把分析资料告诉了龙马 他对自己的分析很有信心 因为一个人的打球习惯 并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而阿钱早就在脑子里演算过无数遍 如果说龙马要赢的话 那就必须打出比数据更强的球路 其实龙马现在更像在跟自己比赛 因为所有的球路对方都一清二楚 很快龙马的发球局被破了 然而当龙马说出那句口头禅 我们就知道龙马要开始反击了 接下来他开始使用基本碎步 对而这个期间龙马收获了两个粉丝 一个彭香一个阿姿 回到比赛这边 龙马竟然在回球同时 告诉阿钱球的弱点 与之前不一样的是 龙马这一次每一回都打中了 虽然最后是他回球出界阿钱没动 但这球其实阿钱已经反应不过矮了 话说龙马的这个基本碎步 可是被男次郎调教过的 基本碎步是一种脚尖先着地 双脚轻点地起跳的技巧 利用肌肉收缩的反作用力 延伸到短跑的冲力上 这样就可以提早对方一步行动 此时龙马已经拿下一球 他现在所使用的是单脚基本碎步 这是基本碎步的进阶版 龙马在阿钱击球的一瞬间做出判断 他现在比阿钱快了一步半左右 这样的话阿钱的数据预测 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龙马打出了即使知道弱点 也无法回击的球 然而还有一种球也无法回击 只见龙马突然换成了右手直拍 他终于使出了外训发球 这球阿钱虽然知道怎么接 但接不接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话说要通过资料一决胜负的话 那首先要比资料更厉害才行 最终龙马赢得了比赛 之后龙马在地组四战全胜进入正选 而地组的最后一个名额 被打败阿钱的海棠获得 同时其他组的结果也出来了 这次的正选是首种、大石、五二、鹅村、菊丸、桃城、海棠和月前龙马 龙马也因此获得正选对付 隔天英乃想当面祝贺龙马 不过龙马却在天台上睡觉 之后大家开始备战比赛 龙骑教练让阿钱定制特殊训练策略 首先是两腿增加一公斤的负重 然后将不同凹槽颜色的球 打向对应颜色的三角锥 一次失误就算出局 这个主要为了考验通态势力 龙马和菊丸一开始表现很出色 不过负重的效果很快体现出来了 在阿钱的特意干扰下 菊丸失误没有击中 出局的惩罚就是喝下特制前汁 这是阿钱独家特制蔬菜汁 反正里面都是能吃的东西 菊丸喝完之后就立马跑了出去 下一个就轮到龙马了 感觉这个前汁效果拔群 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幸免 唯一一个喝完没事的是不饿 而且他还是主动要求要喝的 至于首种因为没有失误就没喝 结束后阿钱分别指出大家的问题 首种除了需要增加柔软度之外 表情还显得过于僵硬 至于龙马每天要多喝两瓶牛奶 看来身高还是一个问题 之后阿钱还要求继续增加负重 大家看起来都热情高涨 练习结束后龙马去拿队服 回来路上遇到英奶 因为英奶的请求龙马当街换上队服 而英奶也终于当面祝贺了龙马 哎 年轻真好 之后到了周末因为圣狼的爸爸 在网球俱乐部做教练 所以圣狼邀请大家一起来玩 结果他们在这里遇到左左部的爸爸 他仗着自己曾经是 全国高中体育大赛亚军 就不听圣狼爸爸的话做乐身运动 他其实就是故意来给教练难堪的 不过随后他就被龙马给教训了 左左部的爸爸自称为猎犬 就是什么球都会冲过去接 龙马利用这个左右调动 以至于没做乐身运动的对手腿收筋 这下左左部父子应该都会收敛一点 好了 我是全书解释几个问题 网球比赛计分分为盘局分三级 现在采取一盘六局制 一局要赢四球 谁先赢得六局谁获胜 抢期以后再说 因为其发源于欧洲宫廷 所以当时就地采用时钟来计分 把一个时钟分成四分 每赢一球就赚四分之一 所以才有15 30张的比分 那原本第三球的时候应该是45 因为15和30的发音都为双音节 而45的英文发音是三音节 所以第三球计分才改成了40 另外出现40比40平局deuce的时候 需要有一方赢得两球才会获胜 这时领先一球的会被继承advantage 就是战先的意思缩写adv 另外因为每局都是由同一个人发球 所以才会说成是那个人的发球局 而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视为对手得分 所以一发失误之后 二发一般会选择比较保守的方式 再解释一下上网 因为一般机球点都比较靠近底线 所以上网是指来到往前难截 最后说一下S球 是指发球时球落在有效区内 但对方没有出道球直接得分 如果接到球弹出界或没过往 则被叫做发球得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分区预赛见